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这两天有一个中国比较火的叫做风哥的博主 他在海外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跑到乌克兰去拍摄一些视频 结果就被当地的中国人黑帮给盯上了 因为知道他有钱 所以就想要对他进行一个敲诈勒索 然后被风哥识破了 然后风哥他们周旋了一大圈之后就侥幸逃脱了 风哥他跑到乌克兰去 他是语言一点都不通的 他一路上都是依靠着这个翻译软件 然后遇到的全部都是帮助他的 乌克兰人对他都非常非常友好 我不是说乌克兰没坏人 我只是根据这个概率来看 就显得中国人好像有点太容易骗人了 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明就是 又一次我们就见证了 就是出门在外 可能千万不能太相信国人 我不是说中国人就没有真心想要帮助自己国家 或者是自己人的人 主要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 你遇到一个跟自己说一样语言的人的时候 你就太容易对他建立一个信任感 这样其实就有一点太方便这个骗子行事了 所以就是要有警惕心 我最感叹的是呢 在这件事的下面 有一个评论是这样说的 不是都说了吗 出去旅游工作留学的最要提防的就是国人 甚至我去日本玩 台湾人对我们都更好 乐于助人给我们零钱 教我们坐车 我就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全民素养的一个问题 中国人口基础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整体的社会的素养的那个范围 那个环境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中国人当然有非常有礼貌 非常友善的 但是相对于那些没素质的来说 他就会显得占比比较小 因为整体社会的素养不够 这其实跟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 但是中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的 所以基本上整个上学期间对这个是不培养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中国人对于骗人的道德压力 到底有多低 他们是真的完全都好像不会受到良心的一个谴责 大家好我是大学主 中国演技最好的人其实是一群骗子 这期带大家欣赏一下 他们秒杀小鲜肉的演技 他们是一群苦命的人 我生意倒闭 公司破产 公司破产 工厂倒闭 一分期也跟别人走了 我负责了180多万 我负责了200多万啊 300多万 370万 600多万 800多万 1000多万 1200多万 一位欠债他们被集体赶了出来 刚刚被我老公骂了一顿给赶出来了 我刚刚被老郑的一家赶了出来 刚刚被我婆家赶了出来 我刚刚被小孩就一家给赶了出来 我老公还杀了我一巴掌 斩了我几巴掌 几个嘴巴打了我一堆 但是他们很乐观 都这个凶样了还要攀比 2022年以前我还是一个随手就可以拿出几百万的老板 身价大几百万的老板 身价2000多万 身价5000多万的老板 在广州有房子 还有一两辆保时机 三台车 达前坐平凡的花锅店 两家餐饮店 值几家实铁店 边跑路边攀比 我跑了 戴着这三万块钱的手表 一个人 四万多的手表 跑了 十二万的手表 十三万的手表 六万的手表 柯拉的钻戒 七万多块钱的戒 百多万的豪车 百多万的奔驰 开着六百多万的劳斯莱斯 跑路了 一心寻一短见的他们在演技上也相互较劲 后面的桥很高 后面的桥很高 可是我不敢桥 后面的桥不高 今天我报警了 我问帽子叔叔 我自愿进去坐了 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 免费住 这才是演技 就他们的才状 我都要落泪了 看不出 现在是凌晨四二点多 凌晨的一点多 凌晨的两点 凌晨的四点 没有地方住 每天只能待在公园里 睡火车站 我在桥洞里 每天都吃着泡面 饱饱 口渴的时候 我就去公共厕所里接水 我带你 原意我拉面前 都拿不出来 连五十块钱 我都 那一百块钱 我 连孩子的学费 我都拿不出来 我已经连续半个多月 我睡过一个号角 连续二十多天 连续一个多月 没有睡 连续两个多月 没有睡 我真的连续一千多天 都失眠了 我长时间没睡觉 导致重度抑郁 做了六四电修课 但是 最惨的并不是他们 而是他们的好兄弟 都变着花样的 蚕死 这张见底老师四年前 我的一个好姐妹打给我的 这是三年前 我的一个好兄弟打给我 这是我一个同学 还给我 刚刚接到消息 他走了 回癌晚期 患上了老癌 患上了肝癌 为了不脱离父母和孩子 他选择了从十楼一月而下 六楼一月而下 十八楼一月而下 二十楼一月而下 他一口气 推下了一瓶的安眠药 出车祸了 从几十米高到桥上 掉下去 这张见底老师 给他撕了 给撕了 人走了 人都摔青 人都摔青了 一路走好 最后来说一下他们是什么骗局 他们专门打造这种负债人的人设 来骗局更多这种落魄人的共鸣 哎呀 你也签在了 然后他们就介绍给你项目 屁项目 这就是中共一直说自己打击诈骗的一个决心 其实之前手机号没有实名之前 诈骗电话也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 或者说他没有这么多的有针对性 现在啊 诈骗犯一个电话打过来 你的名字人家知道 你什么工作的 你家里有都什么情况之类的 全都知道 所以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来对你进行诈骗 就这么的离谱 所以说到底是谁在帮这个诈骗犯们啊 不是互联网的水太深了 是中国对于骗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毫无心理负担了 这也是为什么盗版会如此猖獗的原因 因为所有人他把盗版什么的看作常态 那么骗起人来自然就是毫无压力 那你的东西拿走就拿走了呗 就没有这个道德感的压力 就那个道德感太低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都做得出来了 因为对于自己其实是根本一点要求都没有的 那我觉得道德这种东西 就是必须要整体社会环境提升 才能对每个人形成影响 因为他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如果说这个环境中的这个道德感很强的话 其实会迫使他对自己进行一些高要求 不然的话很可能就会是 这个下面这个日本的这个博主遇到的一个情况 很臭的这个问题啊 应该是有人不讲卫生 他可能会在长城上解决他的生理问题 或者是因为垃圾太多了 另外就是长城上面 其实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会有很多人跑到那会写 到此一游在上面 就是有些是刻在上面的 真的弄都弄不掉 所以就通过这一点 我就觉得你说中国人特别爱国吧 我真的不觉得 因为他们的爱国好像都是嘴上说的 你说如果真的你很爱自己的国家 你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你自己国家的一个古迹呢 他们也就是小粉红的爱国 基本上是仇恨日本仇恨别的国家 我觉得通过这一幕就可以瞬间的get到 仇恨不等于爱国了吧 因为真正的爱国是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他国内政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涉吗 比如1937年的12月13日到1938年 日本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香沙焚烧活埋了超过30万的国人 这属于日本的内政不能干涉吗 同样的1937年到1938年 苏联为了维护在远东的统治 斯大林在海生为屠杀的30万华人 这属于苏联的内政不能干涉吗 再比如1939年起 希特纳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对犹太人实行了种族的灭绝 这属于德国的内政不能干涉吗 1965年到1967年 数十万印尼华侨被屠杀 近十万华侨妇女被凌辱 这属于印尼内政不能干涉吗 1975年到1979年 红色高面主政的柬埔寨时期 通过屠杀和强制劳动等手段 杀害了150多万柬埔寨国民 这属于柬埔寨的内政他国不能干涉吗 1994年 卢旺达糊涂族的激进分子 杀害了不少于80万的图西族人 这属于卢旺达的内政他国不能干涉吗 到了如今的阿富汗颁布的道德法 要求女性不能上学工作 出行不能够露面发声 甚至不能够公开讲话 要求女性生活的猪狗不如 这属于阿富汗的内政他国不能干涉吗 我只想问一句 主权真的能够高于人权吗 大鹅这次为什么会遭到空前的孤立 因为大鹅的想法很任性 摆明了就是我在我自个家 虐杀自己的妻女 殴打自己的父母 这都属于我的家世 跟外人无关 亲戚也好 朋友也罢 你敢来劝我 就是干涉我家的内务事 违法的就是你们 那些天天喊着人类文明的人 人类我想应该是部分什么肤色 不论你在哪个国家 只有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人类这一个物种才会越来越文明 现在这份人权高于主权的历史性文件 未来契约已经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所以我始终相信 人类文明有着内在强大的韧性 不管中间是否出现曲折 甚至是倒退 但是文明前进的方向一直没有改变 只有摆脱野蛮融入世界 文明才能够真正的溺足于世界之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觉醒 谁也无法阻止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那些义无反顾冲向野蛮的政权 等待他们的眼睛 你看看 这一下你说就戳到中共的这个心窝子里了 对吧 说拥抱野蛮的政权只有灭亡 你这一句话你说出来 你看他这个视频一发出来 这个博主的号直接给弄没了 他其实做的都是爱国正能量的内容 但是说了中共不爱听的 或者说是接了中共的短 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这个原视频主 他有没有说去暗讽中共的意思 还是说他只是真的只是说一下俄罗斯 但是很显然 中共也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中共整天都在外面说 这是我国内政 你们不能干预 对吧 虽然他们也在外面一直干涉他国内政 事实上我觉得当一个问题上升到人类高度的时候 真的不是什么国家内政不内政的了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事关人类 人类这个物种本身了 所以国家之间的主权问题 你是真的可以往旁边放一放了 因为人首先是人 然后呢才建立了国家政权 国家政权是建立在人是人之上的 所以说这个前后顺序是不能搞错的 人是这个地基是基础 所以说当人权本身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当然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去关注他的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你是别的国家的了 现在呢毕竟已经是全球化了 虽然说某些国家不太想这个全球化啊 像你们谁也别来管我 但是你只要还在这个全球化内 你现在不是还没有脱钩呢吗 对吧 那么其实国家和国家之间我觉得是有互相监督的必要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有利于各国人民的 因为这不叫干涉 这叫监督 那大家也知道监督有多么的重要 对吧 因为如果一个问题你连发现都发现不了的话 那你又何谈解决呢 所以互相监督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了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需要外界第三方来监督的 谁天天不让说 什么都藏着掖着 你说这在谁看来这也都是做贼心虚啊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国家政权你需要什么大秘密呢 特别是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面 所以这就很奇怪了 你说这也怕人知道那也怕人知道 就这你每天还要给全世界指明方向 你能不能先把自己每天都在干嘛 就稍微公开一下让中国人知道一下再说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也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我看到会员专属的最新的收集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出源权考虑 跟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真逐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